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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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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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因此無論 沒有五官志的 當然是不相同 這裏是我們能夠想像得到的 我們同一個班級的同學 是一個老師上課教學之中 每個同學他們所得的 也不相同 好像考試還有第一名 到最後的一個 不一樣了 諸佛菩薩在十方世界 聽到阿彌陀佛的德號 或者是聽到這部無量壽經 他們所得的真實壽用 也不相同 但是未有得到法隱的 雖然所得到的不相同 肯定幫助他們提升他們修行的功夫 提升他們所契入的境界 這是肯定的 我們再看下面 這個為我們解釋 什麼叫做無生法隱 這個名詞 我相信很多同修都知道 但是很少人能講得清楚 講得明白 這個是一個機會 無生法隱 略魂無生隱 中國人喜歡簡單 越簡單越好 意思是要明瞭的 要舉足 才是好的文章 好的言語 無生隱 就是不動的意思 就是不動的意思 人 就是不動的意思 是肯定的意思 忍 亦就是我們承認的意思 對他沒有疑惑 叫做忍 無生法隱 佛跟我們講 諸法實相 真相是什麼呢 真相是一切法不生 一切法不滅 以兩句話 我們細心去揣摩一下 如果講一切法不生 不生 當然就不滅了 這個不滅兩個字 就講得沒有意思 不生 當然不滅 為何要講不生呢 後面又要講不滅 不生而不滅 不生而不滅 滅而不滅 知道兩個字 意思就不一樣了 實際上不生不滅 就是這個意思 究竟是什麼現象呢 佛在比喻當中 時事用作夢來做比喻 這個是經教裏面 比喻用得最多的 夢幻拋影 四個字都是比喻 但是 夢是第一個比喻 是主要的比喻 其他三個是陪襯的 可以用 可以不用 有沒有關係呢 最重要的是 做夢 夢 每一個人都在做夢的經驗 夢是否無生而生呢 想想夢中的境界 醒過來之後 是否不滅而滅呢 不生而生 不滅而滅 正的是無生滅 所以一切境界上是幻相 來的 諸菩薩 眼目當中 看到這個現象 上即非上 非上即上 現代的科學家 廉佬在後面也說到 他是學科學的人 也引用現在量子科學家的 一些報告 讓我們 最容易感觸到的是 物質的現象 我們前五根 眼耳鼻舌身 所能感覺到的是 全都是叫物質 適相 眼所見的 物質現象 色相 眼所見的 物質現象 氣味 又香又臭 鼻所聞的 境界 都是物質 涉所嘗的味道 身所接觸的 眼耳鼻舌身 是物質 眼耳鼻舌身 它所接觸外面的對象 也都是物質 五玉六層 五玉六層 五玉 是財色名食稅 物質現象 在佛法裏面講的 叫做六層 色聲香味足 是物質現象 二根所接觸到的 都是精神的現象 第六意識 叫法層 我們的感受 思維 想像 這些是屬於精神的現象 都不是真的 在哪裡來的 我們用科學家的說法 從意念那裡來的 意念是這些現象的基礎 如果沒有意念 這些現象都不會發生 亦都不會存在 科學家跟我們講 意念是物質現象的基礎 在大乘佛法裏面 意念能生 就是末拿末拿的意念 三世相裡的轉相就是轉變 先有意念 先轉變為境界相 境界相就是物質 三世相 三世相 說的是業相 轉相 境界相 說明什麼呢 說明一切法不生 因此 一切諸法 我們不能說它有 也不能說它沒有 你講它沒有 這個相就在你面前 怎麼會沒有呢 你講它有 它確實是不生不滅 它確實是不可得 不景空 不可得 這就叫諸法實相 也就是說 一切法是真相 你真承認 佛所說的 今日的科學家證明了 我們承認佛所說的是真的 不是假的 至到一切法 本來不生 現前仍是不生 為什麼呢 這是真實的智慧 智慧肯定了這個事實 所以真摯按住在無生無滅的實相 理體而不動 你對於這件事情了解了 明白了 不再疑惑 不再動搖 那就是隱 這個隱叫做無生發隱 正得無生發隱的是什麼人呢 一般說是七地 七地以上 七八九三地 正無生發隱 這個位置高 五十一個階級 這個是最高的 最高層的 最上面的六層 七地是下品 無生發隱 八地是中品 無生發隱 八地是中品 九地是上品 看到事實的真相 再向上去 契入境界 直滅人 直滅人 直到遍法界、虛空界的清淨直滅 大玻裂盆上 大玻裂盆上 玻裂盆在哪裡? 玻裂盆就在現前 十地菩薩 正得了 我們在面前不認識 迷失了自性 十地菩薩 下品直滅人 等各菩薩 中品直滅人 我們相信 十方世界 諸菩薩他們 聽到阿彌陀佛的佛號 可確實實 可以說 從初訊位到苗角位 通通都有 菩薩的等級不一樣 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 肯定幫助他們提升 自盜論 自盜論五十 他有一百卷 第五十卷裏面 無生法隱者於無生滅諸法實相中信受通達 無愛不退 無愛不退 使命 無生人 定的是事實真相 如法是一切法 就在當下 就在我們面前 如一切法 本無生滅 我們現在看到的好像有生滅 是我們看眼花了 看錯了 實際上是無生滅的 是諸法實相中 是諸法實相中 你通了 你明白了 但是徹底的明了 有一絲號疑惑 都沒有 通達自然就沒有障礙 你的觀察沒有障礙 你的觀察沒有障礙 你的明了沒有障礙 你的言說沒有障礙 你的行事也沒有障礙 不退轉 不會退到環呼位 又不相信 又不能夠接受 又迷惑了 不會退到這個位置上 這叫做無生人 可見得忍就是信受通達 無礙不退 這是忍了 又自道論七十三藥 還是大自道論裏面 無生忍者 乃至微細法不可得 何況大呢 是名無生 得此無生法 無生忍者 乃至微細法不可得 乃至微細法不可得 何況大呢 是微細法不可得 何況大呢 是微細法不可得 何況大呢 我們居住這個世界 是如何組成的呢 法在《波若經》上講過 是微塵聚集 叫微塵聚集 叫微塵聚 聚集在一起 變成了地球 佛講一合相 一就是微塵 就是極微之微 就是這裡講的微細 聚集 我們看到了 微塵太少 我們看不到 無邊的微塵聚集在一起 我們看到了 我們這個肉眼是很不精明的 去年 我在台灣醫牙周病 原先不知道什麼叫牙周病 但是牙齒跟牙床當中有個界線 黑的有一條界線 我們不知道 這個就是牙周病 我們沒有感覺 好像十分正常這樣 到吃東西的時候 感覺得很不方便 牙醫生給我一看 這是牙周病 而且是嚴重的牙周病 它用一根針 就在牙齒跟牙齒當中 這個黑線裏面 挑了一點 比芝麻粒還少 把黑的東西挑出來 放在顯微鏡裏面 把顯微鏡接駁在電視螢光幕上 看到這個黑點 這個黑點是細菌 有多少 數不清 這個電視畫面 滿滿的 就像吹一樣在動的 它跟我說 你看看 這是你的牙齒挑出來的 一些 我都客外了 從來沒有見過 我說 你將它放大多少倍 他說 3600倍 我們看到 好像小椎一樣 這樣才知道 真是可怕 牙齒跳出一點點 就讓我們看到這麼多 這個牙齒裡面還得了嗎 原來說牙周病很嚴重 我也不相信 這樣我一看到 我才真的相信 據說這些細菌 將你的牙根食青光 所以你的牙齒鬆動 吃了一半的牙齒還可以用 通通吃光了 必須要換牙齒 這些細菌是否最少 不是的 這個細菌是細微法而聚集的 不是真正一個極細微 就是利那菩薩跟我們說的 一坦子 有三十二億百千念 我們中國人計算的 三百二十兆 單位是兆 三百二十兆 一坦子裡有三百二十兆的微細法 這個說微細法 一坦子裡有三百二十兆的微細法 集序錢是一坦子 我們要細心地去觀察 一秒鐘 一秒鐘 如果能夠彈指五次 這一彈指就是五分之一秒 你所看到的情形 裏頭有三百二十兆 你怎麼會知道呢 這是為什麼 這是所有一切物質 原始的現象 最初的現象 不可得了 何況大 大是什麼 它聚集起來了 聚集到最大的 便是地球 在微細法聚集的 地球上 所有一切生物 包括人類 動物 植物 山河 全部都是微細法集序成就的現場 微細法不可得,地球可得嗎? 便有這個道理 所以一百卷大波若經跟我們所說的一切法 亦是片法界虛空界的一切法 無所有,不景空不可得 佛將這件事情苦口婆心講了二十二年了 為我們講明這個事實的真相 無論是物質現象如是 精神現象也是如是 自然現象也是如是 總括講一句 凡所有上,戒時去網 六道凡夫 迷失了自性 網心用事 網心是深浮氣躁 以為這些現象是真的 這個規可吃得大 在這三類現象裏面 起心動念 言語造作 這樣一起心動念 一言語造作 麻煩便來了 將日真法界變成了十法界 將清正平等國 變成六道輪迴 變成三套地獄 變成三套地獄 就是成形動念 做噩梦,噩梦然将计不断, 这个苦就有得受了, 但是在佛菩萨明眼人来看, 这个苦是冤枉受的, 为什么?它没有, 它是不景空不可得的, 就好像你做梦, 你梦到地狱那里去, 你在地狱受苦, 醒过来之后一场噩梦, 没事, 真的是这样的样子, 六道里头三弦道的欢喜空脚, 不是真的, 三恶道的苦难, 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要看破, 要放下, 那就对了, 大致道论七十三卷和我们解释, 未誓法不可得, 何况大的, 是名无生, 得此, 无生法, 不作不起, 諸业行, 是名, 得无生法人, 亦就是说, 这个事实真相, 你真正得到了, 你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呢? 从此以后, 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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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了, 不善的法, 不去再做, 贪七千万二, 不去做, 慈悲喜舍, 菩萨的布施慈戒, 忍辱精进, 潜定, 波也, 做不做? 亦都不做了, 如果是这样去会议, 你在这儿做业, 你还是在这儿做三途轮回业, 你不是不作, 而是真的在这儿作, 这个不作, 怎样去说法呢? 不作而作, 作而不作, 那就是菩萨了, 菩萨做不做? 做, 你看, 众生有感, 他就有应, 应以甚麽身得度, 他就现甚麽身? 应以甚麽法得度, 他就说什麽法本? 他不是在这儿作吗? 在这儿作什麽? 他作他真的不作, 为何他真的不作? 他只得到, 自他与当中所说的一切法, 解不可得。 作而不作, 不作, 不作, 愚作? 他作的是三轮体空, 不作也是三轮体空, 他作, 他著实相境界。 他真的正至按住于无生无灭之实相理体而不动。 他不作也是真至按住于无生无灭之实相理体而不动。 作如是,不作亦如是 真正得无生法忍 所以不作不起诸岳言 起而无起,无起而起 食家贸利法 三千年前,自然在世间 无起而起 兴起佛陀教育 起就是建立 广在一切众生,各五 一切众生,通常我们加了两个字 一切有缘的众生 无缘的,无缘亦是有缘 缘未成熟 有缘的是缘成熟 无缘的是缘未成熟 通通都是有缘 为何?心弦色变 如何说它是无缘呢? 一切诸法的理体 就是自性清静心 同一个子性 同一个子性 同一个性体 大经上经常说 心爱无法,法爱无心 法根深永远分不开 从法上讲是众生 从心上讲是佛 佛根众生能够分开吗? 佛是你的自性佛 众生是你的自性众生 离开心性,无佛无众生 这些都是诸法实相 我们要虚学 时时要学,处处都要学 不停地学习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真正明了 甚至清正平等国 平等生起来 这个时候你就注实报土 来至到实报方便 同居 日直时三,三直时一 这些第一 是境界没有变化 境界没有变化 你的分别执着在变化 境界没有变化 境界是实逐,永恒不变 你的分别执着在变化 境界是实逐,永恒不变化 潜变万化,还原官上说出生无尽, 这个色在起作用,周变法界,陷用空有, 这个是性在起作用, 性是佛性,色是凡夫性, 性凡是一不是二, 换句话说,你用什么心去看, 外边境界就是随你的心在那边, 境随心转, 讲到最小的境界就是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面貌不同, 看上去的人说,郭翠其心, 上贸是你心变的, 你二年变的, 如果肯好好收, 上贸便会转变, 一半讲大概是三年, 真的会变的, 你日日念阿弥陀佛三年之后, 你的相就好像佛上一样, 日日念观音菩萨, 上贸,三年之后, 你的相就好像观音菩萨, 上贸、身体亦都似, 同学问我, 我念佛十几二十年, 为何相贸仍未有变呢? 有人说我念观音菩萨, 念了一世, 因为你不懂得去念, 念一世, 亦都不像, 如果会念, 不会超过三年, 什么叫做会念呢? 什么叫做不会念呢? 会念的人,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没有间断, 那便会念了, 不会念的, 他有怀疑, 他有夹杂, 他会间断, 你自己想想对不对, 对不对, 你是不是有怀疑, 是不是有夹杂, 是不是会间断呢? 那便不会念了, 会念便会变, 不会念便不会变, 他便不会变, 有真的会念的, 真变了, 证明佛在经上说的上随心转, 一些都没有错, 我们的体质亦随心转, 各大社会随我们的心念在转, 地球亦随我们的心念在转, 科学家希望地球总人口百分之一平方斤, 大约是八千人, 大约是八千人, 八千人真正会了, 会念了,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那便能够拯救地球的危机, 我们静宗同学, 哪个肯发心做八千人之一呢? 拯救地球, 要大慈悲心, 大智慧大慈悲才能够做到的, 你做这些好事, 人家不了解你, 甚至于还是羞辱你, 批评你在这里搞迷信, 我们不搞, 这个地球会坏掉, 世界末日真正来了, 我们救了他们, 他们不感恩, 还要遭踏你, 要不要救, 都要救, 为什么? 我们在太空当中同乘一条船, 你知不知道? 我们不救, 同归于尽, 换句话说, 其他无论用什么方式侮辱我, 陷害我, 我还要去祖, 我还要去救他, 才是菩萨行, 人家骂我不是人, 真的, 我是菩萨, 不是人, 为什么? 人是做不到的, 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只有菩萨没有自私自利, 菩萨舍己为人, 为什么叫舍己为人呢? 菩萨可以走, 可以回到极乐世界, 可以柔化十方佛策, 为什么还要在地球呢? 看到这边众生太苦了, 没看到就无所谓, 看到能够不帮助他们吗? 哪有这样的道理? 无论他做什么的恶业, 他本来都是佛, 他本性, 本善, 为什么会变坏了? 是他学坏了, 受环境的染污染, 今天地球是个大染缸, 种种不善, 它统统聚足, 在这个染缸里面, 能不能够被染污的? 这是圣人, 这是佛菩萨, 他不是叫凡夫, 我们很幸运了, 年轻的时候遇到真正善知识, 将事实的真相和我们讲了一体, 我们能够在一生保持, 而不被染污, 只要一个方法, 每日不离开经教, 我现在学了60年, 如果我一个星期离开经教, 我自己会感觉我没有把握, 我会被染污, 你就知道了, 这个环境, 染污的力量有多大, 有多可怕, 中国古人所谓, 三日不读圣言书, 面目可憎, 这样变成了样子, 成言书要天天地读, 一个星期不读, 真的靠不住, 所以我们就了解了, 不要去怪责别人, 本来学佛学得不错, 学了十几二十年, 突然变成了贝利佛法, 墓落到三图, 有些人看到, 这麽奇怪了, 是否佛不靓, 不是的, 不是佛不靓, 他前面一段时间, 他认真地学习, 日日读经, 日日念佛, 以后遇到完, 去操作, 原前的行业, 原前的行业, 是什麽? 赚钱, 从前将佛放在头顶上, 现在是把钞票放在头顶上, 是不一样了, 便变深,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要认清楚, 他有没有做错呢? 不能说他做错的, 现在的世界, 确实是将金钱放在第一围, 佛法放在最后面, 又无所谓, 只顾眼前, 不顾身后, 真正契入佛法, 真正常道发味, 这个人有前后眼, 他能够看到过去, 亦能够看到未来,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每天都不能离开佛法, 谁教我们? 十方诸佛如来, 是呀, 你看下, 这些交茂尼佛当年在世, 哪一日不讲学? 哪一日不念经呢?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哪一天不接人众生? 哪一天不讲经说法呢?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 他们为我们示现的, 真的, 道也者, 不可须如来也, 一分一秒, 都没有离开, 这些叫做如来, 那叫苗角, 他可以做出来, 给我们看, 给我们体会, 给我们学习, 學會學的人效果卓著,亦與大眾做了好榜樣 不會學習的人墮落三圖,還得受苦報 為什麼?業障集氣很重,到惡道燒業障 所以真明白,搞清楚了,惡道不是壞地方 我們縮世今生造作這些惡業,惡業不消除 你不能夠盛罰到 見師煩惱不斷不能出六道輪迴 所以,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還是要消業獎 還是要斷煩惱 只是換一個環境,換一個收學的環境 我們在娑婆世界,在他方世界 無量劫來造作這些業障 到西方極樂世界,如何消發呢? 業債如何去還佛? 逗西方極樂世界,日日親近佛陀 你沒有離開阿彌陀佛 如何還眾生的業債呢? 眾生有感,你就有應了 你雖然煩惱雜氣沒有斷 你有阿彌陀佛本願威神的加持 你是阿慧月智菩薩 所以你有能力在十法界 任何一法界裏面 你都能夠幫助有緣的眾生 婆媒開吾阿彌陀佛得樂 這種消除業障的方法 還債的方法 當然是在娑婆世界會終然不同 什麼不是不還 不是不報 報的方式不一樣 這是我們不能夠不知道的 真正 你無恥劫離這些業債都還完 還清了 你真是阿慧月智菩薩 你在極樂世界生實報莊嚴土 我看到極樂世界還是凡聖同居土三倍九品 往上提升,升到方便土 方便土裡也是三倍九品 再往上升,升到實報土 加持你 實在在同居土跟方便土 這是阿彌陀佛加持的 到實報土的時候 這是你自己的功德成就 當然是西方極樂世界,無比殊聖 哪一個菩薩不希望去呢 事業長是每日聽經文法收慘悔 還宿債 應化到十方世界 鋼座有原眾生 破迷開悟離苦得樂 自行根化他,一點妨礙都沒有 每日坐在阿彌陀佛面前,沒有動過 十方世界化身去,應化身去還債 要說幾殊聖聖呢?這個幾元滿呢? 還宿債不妨礙不妨礙自己的修行 不妨礙自己聽經文法 亦都不妨礙自己,修福修為 阿彌月至菩薩,能分無量身 阿彌月至菩薩,能分無量身 好爭 above 對 nude,有仿傾不妨礙遲 起便於chia被運氣 福慧,下化众生,多半都是还债的 将无量劫利,这些冤痴痛痛化解 才能够圆满成佛,未搞清楚,以至在菩萨位成不了佛 成佛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们再看看大圣二章十二约 它里面说,你直不起 你是说自性,直灭不起,称若无生 为安此理,明无生人 你智慧开了,还是自性里面的智慧 按与无生之理,无生之理就是直灭 清正直灭 安守自性,就是无生人 自性是清正直灭,拍起心,不动念 如果这句话还是听得更不清楚,模糊 你就记住一句 六根在一切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 就是直灭,就是无生法人 起心动念,就是错了 由灵验经,长水疏一药 长水疏一共十卷,这是第一卷 了法无生,任可决定,明无生人 这个意思很明白 要是明了,明了一妻法不生 任可,就是肯定,就是承认 佛讲的一切法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同意,我承认,这叫做任可 好,中国股市和外国人 是不一样的,外国人在文书上签纸 就成形了,中国人签纸不行的,要过任 这叫做任可 这个肯定,就好像我们将印在那里 成形了,叫任可决定,叫无生忍 大书 大乘二章十二药 如龙树说,龙树菩萨说 初地以上亦得无生 你能不能相对啊 下均红 下均无生 若已人王及云地经 薄菩萨说,第池京 下均无生在七八九地 于人王经上 下均无生,人皇及云地经 苟地償品 《無生人》 《本經送易藥物》 《文我名號正無生人》 《成就一切平等善根》 《著無功用來家行故不久令得阿柳蒲體》 《王西易若》 《寄運無功用之正第八地》 《故之本經之第三隱》 即仁王經之無生法隱 《若據望西思義,則惠當八地也》 這些畫都是講明了 古大德對伊道所講的《德三種人》 到底是哪一個位置呢? 很多祖師大德的講法都是不一樣的 但是大多數的都肯定是八地菩薩 這個位置就相當之高了 《王西藥》 他假設一個問答 以文明曆起得無生呢? 那便問得好 我們也有這個疑惑 我們今天也問明了 我們是否得到八地呢? 還未有 這個很顯明 為甚麼呢? 他們是菩薩 我們不是菩薩 有人說 我受了菩薩佳 我就是菩薩 你現在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 是否剩下八地呢? 由此可知 龐世這一問一答 是有好心的意思 在裏面 答佛願力故 就是第四十七願 這個是佛的願力 故十字論雲 過去無數結 有佛號凱德 今現在十方 覺得成正覺 皆從彼法縣 文明定作佛 以據說 願力不可思議 能否能夠說得通呢? 能夠說得通的 二尊佛是凱德佛 是過去無數結 有這樣的一尊佛 二尊佛現在 今現在十方 今是今日 他實現在十方世界成佛 覺得成等覺 他實現化身 他能化無量的身 在各個世界裏面 試現成佛 試現 大家都要知道 要有緣分 我們總是要記住一句話 佛 佛不道無緣眾生 我們與佛無緣分 他不會現在在我們面前 他現在在我們面前 我們都不會理會他 無緣分 像佛ren 佛法內 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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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腸 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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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它作圓生 因爲因 一切众生個個具足 大家都要知道 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因 一切众生亦都有作阿被地獄的因 痛到有 作天、作人、作菩薩、作阿羅漢、作充生、作惡鬼、作地獄 這個因全都有 好似種子那樣 下一個例子就是倉庫 倉庫什麼東西都有 全的 因 哪個因遇到緣 果報才成熟 所以佛法不講因生 講完生 我們這一生 我們遇到佛緣 肯定佛的果報成就了 就是這樣一件事情 十方菩薩 問阿彌陀佛的名號 菩薩 佛的緣已經很深 再遇到阿彌陀佛 他還不能夠成佛嗎 怎樣去成佛 念佛往生 一生成佛 就是這樣的事情 菩薩要聽到阿彌陀佛決定往生 他聰明 他有智慧 他不會將這個緣放棄 決定好好掌握住 他成功了 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這個道理 海德佛 他現在在十方 是現成正國 戒從彼法院 文明定作佛 這個定作佛 就是大乘教經常講的 一曆一曆 一曆以根 永惠道種 你聽到海德佛的名號 這個佛的種子就是你心裡頭 什麼時候遇完 他都起作用 他和你種落佛的種子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尚之論證》 《尚之論證》 上面引用這個論證 《妙顯他力》 《佛願駕庇》 使文明者正無生人定莊作佛 所以 學佛的同學 一定要發這個心 就是講 幫助一切未學佛的人 種佛的種子 這個種子如何種? 我們唸一聲阿彌陀佛 他聽到了 種子種了下去 我們身上 阿彌陀佛的象 他看到了 種子也種了下去 我們手上大一串念珠 他一看念珠 他就上到佛膠 佛的種子也種了下去 時時刻刻在在處處 你都要幫助很多很多人成佛 你這樣還不能夠不成佛嗎? 早年 講這個話 大概是四十幾年前 我參加了 台中尼老師的大專佛學講座 我參加了台中尼老師的大專佛學講座 這些講座辦得很成功 每個星期日上課 上午三個小時 下午三個小時 不容易 台灣從慎足到基隆 二一大學校 來參加 講座大專學生 八百多人 我就教這些同學 你們要幫助所有同學 和他種佛種 怎樣種佛呢? 你們念書都有課本嗎? 課本 一般人都寫名的 我說你不要寫名 你寫上阿彌陀佛 你看 你每個同學看到這本書 阿彌陀佛 他就會念一聲 阿彌陀佛就是你的書 人家佛種子種了下去 手上戴署念珠 不怕同學笑 開玩笑也沒有關係 他看到佛種子全部都種下去 你們學校老師同學全種佛種 你天天播種 應該這樣做法 大家要明白佛陀教育 是名副其實的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是什麼呢?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學 尊崇的教化 尊崇的教化 你能夠將這些這麼好的東西 介紹給大家 首先 介紹給你的家人 介紹給你的親朋友 好友 介紹給你的倫理鄉黨 介紹給社會 介紹給大眾 讓他心裏面有一個佛字就可以了 有個阿彌陀佛就更好 更殊聖 在這裡說 十绝论里面这一段 确实描显他力 佛缘加辟 什么人巧妙来显示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而且每个人所显示的他力 他是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将阿弥陀佛介绍给大家 佛的缘力加辟 使文明者正无生人 这是已经入佛门的菩萨 定当作佛 未入佛门这些众生 他生后世 若遇佛缘定当作佛 扯门不是弹门 门后面还有事别能起行 菩萨有三位 文师修 文明师二 开五修行正果 一定是从文这儿带起来的 例如 列盘梭二十云所说的 若问上诸意志 生生不堕者 堕是堕落在三图 上诸是佛 静法上诸 静法狗诸 静法永诸 都能够感得善根相感 他接着的行动 不利静法 他当然不会堕三图 如果天天问上诸 天天做恶业 他会堕不堕 照样地堕三图 念佛 念佛人便不堕三图了吗? 我曾经与大家说过 我在台中近利老师学经教 学习和细致菩萨玄通章 我采取的是灌顶大师 在乾隆时代吉人 他的诸解 因为大世智玄通章 很少人做诸 他的诸解 收在万俗抗经里面 份量是很大 大波经世智 大世智菩萨玄通章疏抄 我便学习这个诸解 这个诸解最后一协 灌顶大师跟我们说 联佛人有100种果报 最初第一段 联佛人堕地狱 变懦鬼变畜生 我看到非常惊讶 练佛人再不好 也不至于堕亚被地狱 怎样练佛的人 每头一句就是堕亚被地狱? 这一大篇灌顶法式的开示 从堕亚被地狱 一直到往生极乐世界 上品上升 这是第100条 第一条 第一条是说堕亚被地狱 我非常惊讶 疑惑 拿了去向老师请教 老师一看 说这是大问题 我不能单独跟你说 我讨论的时候 会与大家一起说 我讨论的时候 会与大家一起说 如果是你日日念佛 还是做贪亲之谋 还做选人利己 特别是疾悼心 破坏佛法 障碍众生 文法的机缘 这个罪是堕亚被地狱 经常说 杀人罪少 杀人是杀人生命 这个罪是很小的 断人发身为命 这个罪才是最大 他定是亚被地狱 以后我们看到 《尼纳菩萨所问经》 亦叫菩萨发起 正常跟我们说 举一个事实的例子 两个法师 讲经说法 听众很多 供养亦很多 另外有几个比优 生起疾悼心 恶意破坏 在信众中中破坏 讲这两个法师 好会讲经 但是不守清规 不守戒律 没有品德 听众听了之后 就散掉了 以后这一批委扮 做谣生事的堕亚被地狱 地狱出雷之后 变下爭 zombie 变俩鬼变畜生 彨契消除之后 回到人间 生生世世,如痴无自慰 《菩萨发起殊圣自愿经》 这个经很像,我们记得我讲过三篇 另一个经题是《菩萨所闻经》 是两个不同的经体 所以破坏剩法、破坏众生、文化的机缘 这个就是比什么都重 你不生去地狱,到哪里去呢? 这个我们不能够不知道 大世智菩萨沿通将疏抄最后这一协 可以将它单印成单章流通 特别让大家警惕到念佛要学佛 念佛不能够违背佛陀的教会 那是打着佛的招牌来灭佛法 这个罪是更加重的 罪业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怎样可以做这些糊涂事呢? 那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 生生生不堕 这个是闻常住 他就不离常住 他心里面常有常住 闻利陀不离弥陀 他当然不堕地狱 不堕三图 真正发愿 忘生淨土 决定得生 下面讲 文有多种 若能深思为 如说行者 直生生不堕 这几句话 很好 将不堕的原因讲了出来 二为文后能深思为 将所听的这些道理 要研究清楚 要研究明白 并如说修行 还是要如教修行 他教导我们 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 此能得生生不堕之益 这样才能得到 可见文之一字 以堅信寿 不仅是一经于二也 这个意思要懂 不是一次经历于二 这样就完了 只是一力以根永为道种 在一生当中得不到的利益 别遂文之后要相信 信了之后要去理解 理解之后要去接受 接受之后要能够奉行 奉行之后要能够不退 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利益 如果走了几年退了 看到这个花花世界 财色名四岁 动了心 你一切就完 你便全功尽废了 很可惜了 真可惜 你本来可以一生成佛 现在你一生做的是三涂业 如果能够看到这个层次 你怎样去甘心堕落 如何去贪图 晚前一些的名文利弱 遇到三涂受 长时期的虎报 不是一个聪明人 愿意去做的事情 请 我们再看这段最后 炎祖在此做了一个结论 今愿文之一二三忍 实跡本经菩提到墙 第十五忍 中之三忍 本经后面 誓尊为我们讲过 一二三忍 第一是阴响忍 第二是由纯忍 三者无生法忍 近愿文相应 实在说 食家谋利法和我们解释了 解释得很清楚 无量寿经抄五药 五是第五卷 这个注解里面 三种忍 讲得很简单 骗耀 第一是阴响忍 由音响忍 而误解真理者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音响忍是言教 讲经教学 因为听教 文经 而误解 慢慢开误了 明白了解了 文殊菩萨在灵艳梅里面说 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音文 世尊49年用音声说法 孔子在中国教学五年 也是用音声 没有文字的 没有讲稿 没有讲义 完全是用言语 第二个是由信忍 为心由远 能随信真理也 这个是得受用 已经将所问之经 所听之教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 变成我们人生的思想 见解 言语行为的标准值 它做到了 就是还原观上四德的第三句 由和质值 它做到了 做到由和能够行顺众生 随起功德 这是什么呢 是新教 做出来了 为心由远 那就是质值又和 为心是质值真心的 能取信真理 一切法无所有 不景空 不可得 所以菩萨 这样去喜欢随顺众生 众生做恶 亦都随顺 为什么呢 它自作自受 你不能够劝它 你劝它 它不能够接受 它就太深了 这个时候你救不了它 必须它在三恶 将这些罪业消尽 它将来再得人身 你先去度它 它才会接受 虎布未受尽 它是不知道回头的 要吃尽虎头 它才回头 它才能够接受 这是在教学上 不能够不知道的 所以 元成叔 你教它是没有用处的 这个世界这么苦 灾难这么多 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呢 你就明白了 来了又怎样呢 没有用的 不单止不能够接受 他做的罪更加重 他侮辱你 说你是迷信 必须要怎样呢 必须灾难真正现前 在灾难里面 受极大的痛苦 然后你来救济他 你来帮助他 他会感恩你 你再跟他说 他才会回头 教学 佛家说是契基 如果是契合众生的基元 你这个法是好的 五溪入 便会起反效果 契基尼不契基 虽然是蒸发 没有效果 继继终于契基尼 那是邪法 没有正法 但是 有一切众生 他愿意学习 他們願意樂意接受 探親之萬義 這不是正法的 今日全世界都奉行 都認為是正法 探圖財識名食稅 不理甚麼手段 得到的是高 如何為高 得到這個人有本事 得到的他竟然有智慧 人家讚嘆他 未想到他現在得到的 他來生果報就是三圖 亦都得到了 得到三圖的果報 今日得到三圖的因成功了 將來三圖的果報成熟了 他做這件事情 你講多麼可怕呢 無生法隱 正無生之實性 而來諸相者 是誤道之極也 知至極也 這是最高的 這是法身菩薩 此三人當於第十五品 終長輪之 這三種人在後面 這一品是第六品 第十五品 講到這三種人 再詳細講明 所以佛法 我們一生永遠感到老師的一 沒有方東美先生跟我說 我永遠都不會接受 永遠不會相信 我更拒賂人家學哲學 他將佛經搬出來跟我說 這個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 學佛的人是神生最高的享受 我年年不能夠忘記老師的恩德 我們這一生真正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 誰給我的 老師給我的 今天我們同學 大家都得到 都是老師的恩德 沒有老師 我們總認為佛教是宗教 是迷信 也不知道宗教兩個字怎麼說法 以為宗教是代表迷信 你說多麼冤枉 是否糊塗 那就自己糊塗 好了 今天時間到了 我們就學習到這裡